现在看到中间这个大窗口就是视窗 或者叫做边际窗口 边际窗口对于我们马上接触的三维空间是很好的注解 如果你还记得高中学过的几何的话 三维空间是被一系列的平面和轴向分割的 并且这些平面和轴向具有正负的数值 我们看一下这些在边际窗口中是怎么体现的 边际窗口的中心就是世界中心 这个世界被轴向和平面所分割 不同的轴向有不同的颜色 红色代表X轴 绿色代表Y轴 我移动一下视图 因为现在你看不到Y轴的顶部 因为它在视窗之外 使用右上角的这个图标 把视图下移 向下拖动就可以移动视图了 这就是边际视图的操作 这些操作都有快捷键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会详细的讲解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轴向 很容易记 XYZ对应的是RGB X轴永远是红色 Y轴永远是绿色 Z轴向永远是蓝色 不仅仅世界坐标是这样的 物体的坐标也是这样的 箭头的方向十分重要 因为它代表的是轴向的正方向 所以这边是X轴正方向 这边是X轴负方向 Z轴正方向 Z轴负方向 Y轴的正方向 Y轴的负方向 现在的视窗显示的是透视视图 不过有时候仅仅通过透视图 不能满足我们的工作 所以那些程序员用他们无穷的智慧 给我们提供了其他的平面图 想要进入其他的平面图 只需要点击这个图标 这就会从单一的视图 变为四视图 不仅仅显示透视图 还有其他的视图 由不同的两个轴向定义 顶视图是由X和Z轴向定义的 XZ平面 正视图也称前视图 是由X和Y轴定义的 XY平面 右视图也称侧视图 是由Z和Y轴定义的 Z和Y平面 我们可以使用右上角这些工具 操作视图 如果我想对右视图进行操作 点击这个按钮 就能移动视图 可以上下左右移动视图 拖动这个图标 可以进行远近的操作 可以放大或者缩小 左右拖动才行 如果上下拖动 没有效果 其他视图的操作也一样 在顶视图中 可以平移 也可以拉近 拉远 前视图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在透视图中 多出第三个按钮 这是旋转按钮 点击拖转 可以旋转视图 其他三个视图中 这些图标是不能使用的 因为旋转 必须基于三维的空间 这三个视图不是透视图 所以不起作用 这是基本的视图操作 这种办法有点笨 以后教给你们 怎么使用快捷键 更加高效的操作